这个施掌柜和这个艳过吴恒这两位朋友啊 昨天就发了图说的东西 我看了之后呢 觉得应该做个发言 所以我讲了一些 讲了一些呢 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不封杀老图说的内容 但是呢 希望转贴的人呢 做一个最简单的 那么是几句话啊 几秒钟或者是几十个字的一个简单的说明 你为什么转这个帖子 这样的话呢 有个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话 你转他的东西 就防止你以后抵赖 如果你没听过的话 你不要转 你转都是你听过的有价值的东西 你把他的价值说出来 这样的话也有助于其他的朋友 进一步了解你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图粉 只是说负责传他的东西的话呢 那这个群是不欢迎你的 如果你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 觉得有价值 你把这个价值说出来 这个要求应该是非常非常卑微的 没有什么强制性 也没有任何不尊重啊 都是非常商量的口气 结果呢 这个燕国乌痕老兄啊 就说花了大概也有十来分钟吧 反复的绕啊 绕了一大圈 他他没有承诺 这个是我的要求是不是合理 他绕了一大堆别的东西 他讲了一些别的东西 别的那些东西呢 我觉得我跟他呢 也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不争议 不是讨论那个 讨论的是 请求你转途说的时候呢 你自己加一个鉴定书 相当于给他做个鉴定 别人会根据你的鉴定 来来第一个来来这个鉴定一下你 你说这个鉴定有没有道理 就就是第二个呢 是看看有对这个 如果你讲的有道理呢 对别人是有参考价值 知道吧 就是这么个目的 结果燕国老 燕国乌痕老兄 跟我就是鸡同鸭讲了 我们俩就没办法聚焦 这个是中国人的啊 这是个说说的这个 要说大的话 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 读书人的失败的地方 就说谈一个问题 你别绕着 如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你可以说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那就算了 那就不谈了 你呢又回答 又浪费别人的时间 你还在那绕弯子 老图在更下梁 这个问题上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造成很大的 无效的沟通 这个是完全没有 这个没有 没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 这是燕国乌痕老兄 还好他今天止住了 今天不转了 这个掌柜的呢 还在转 这个 这市掌柜啊 继续转 并且一口气转了两段 也不做任何解释 也不做任何鉴定 直接转过来 人家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我没时间 你没时间 你听的时间都有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啊 就是说是这样的 他呢 你跟他说一个东西 他心里呢 他也想不出个理由来正面去回答你啊 因为如果你不同意 大家就是道不同不想鱼毛啊 就就大家就分开就算了 他还要在这转 然后呢 他找个理由 我早上起来都没时间 你听图说的内容 你也得二十多分钟吧 对吧 你二十多分钟 你抽不是一分钟了 给他做一个鉴定说 这不可能的事吗 你说这个谁信呢 这个就没意思吗 说明你在这跟朋友们交往 诚意不足 你可能就没有诚意 如果你是个实在是个图粉呢 你应该收一收 这个地儿已经对老图的东西 做出了一个鉴定 就是要对他的东西多多少少 加点限制 就是希望你做一个鉴定 如果你鉴定特别好 大家可以分享你的这个鉴定 省时间 如果你鉴定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大家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图粉华在骂老夏这个事上呢 是表现出了低素质 完全是完全是不能原谅的 那么他自己道歉的这个姿态呢 非常低 那个老夏 夏教授接受他的道歉 是挺直了腰杆在那 所以接受他的道歉 结果图粉华没有挺直自己腰杆 他趴下了 他钻到桌子底下去 羞羞答答答的递出了一个 这个道歉的这么一个说法来 而且还是通过别人转的 这个在道歉的程序上是非常非常不规矩的 道歉的规格是最低的 完全不像我们古人 古人要是道歉的话 是要讲父亲请罪 就是说 就是这个冒犯了别人之后 自己认识到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请求那个被冒犯的人 你抽我两鞭子吧 你精条打到我背上 你帮我记住我的错误 所以老图呢 我昨天还专门分析了 154期 他是为国 他是为国宝干活的 这就是维稳嘛 这个是根本就不是普世价值派 他做那个东西 离着普世价值的要求还插着一大截子呢 你知道吧 所以他 你普世价值这边人 强行的把他归到普世价值派 你这是自作多情 这个老图是非常明白的 他在内心里是非常鄙视这种人的 但是呢 他又要用这些普世价值的人 比如我们这些人 他又要用我们来传他的东西 来转他的东西 那么既然已经大家谈透了 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用了 我们要表明一个姿态 我们就逼着他 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在不违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逼着他认识到普世价值 这些人都是正派人 你不能辱骂我们 你不能在内心里面鄙视我们 对吧 就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做一个姿态 市长柜 你又来了 你跟这艳国无分是一样的套路 你已经听了 你觉得有价值 人家就问你 我还有这群主就问你 让你讲讲他的价值在哪里 你一练 你就这么吝啬呀 你就开始绕话题 你就开始鸡同鸭讲 又开始了 你就不能够稍微诚实一点 跟大家 就跟你的真的是跟你的朋友 跟你家的兄弟对话的时候 你兄弟问你了 说老徒这东西好吗 好不好 我没时间听 你既然听过了 你跟我讲讲老徒那好在哪里 这有那么难吗 我觉得还是让大家自己听 自己判断为好 不管他是不是洗地 或者是给 给共产党维稳 如果大家都看出来了 他给他洗地 给共产党维稳的话 大家不是有更多的人 看清了他的真 真面目吗 对不对 李先生啊 那我就问一下你 你昨天好像在图说三群里 也转了一个什么小穷的什么 我那个我没听啊 你有说有一个简单的评说吗 图宋华有要求你有这么一个评说吗 你在这里要求我每集 是要转发有个评说 我跟你说 我每天转的很多 我加个评说 加个评说的话会很麻烦 再一个 我早上是确实没时间 我早上要起床一起床 要给小孩子做饭了 然后要送到上学 我很多听的图说 都是边开车的时候边听的 你看看你 我说你绕话题的水平太高了 那是你又扯出另外一个话题来了 咱就回到我们这个话题 这儿我是群主 我是群主的助手也行 也好 我们这个群想打造成跟图宋华的群是不一样的群 我们这个群要提高 大家对于普世价值的认识 是朝着普世价值这儿走的 他的群怎么管理 是图宋华决定 我的群怎么管理 是我决定 现在是我来要求你 实际上是请求你 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定 你现在就会绕那儿去 你会辩论吗 你先回答我这个 你要说真的不行的话 就不希望你转了 你如果练这么一点 鉴定书的时间都没时间做的话 你就不要在这浪费这个时间往这群里转 不欢迎你转 这是一个人啊 加入一个群啊 你如果加入了一个群 这个全世界素质很低的人 那么你在群里得不到学习 你自己的水平会越来越低 因为那里面全世界很低水平上的讨论 你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 我是希望这个群聚在一起呢 大家往高处走 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 识别能力 然后明白 能够比较正确的 认识中国的事 看明白一些 你看看这个老兄 这个市长会 移走也好 移走也好 我们因为你跟他讲道理啊 你跟他讲这个A 他说B 你让他在这个群里遵守这个群的规矩 他说哎你怎么在那边在人家图宋华的群里 你怎么不会不同样的标准啊 这不是你说这哪有这么脑残的呀 这个老兄 这老兄还每天转很多群 他自己脑袋都不清楚 图宋华的群的估计是 图宋华的群的估计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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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